12月16日,丹尼尔金在医护人员的热烈掌声中走出圣囚德医疗中心 他感觉自己像患了一个人,还活着,也很幸运 今年8月,这位49岁的男子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住进了加州富勒顿医院 他在那里待了5个月,是该医疗中心新冠病毒患者中时间最长的 其中有2个月要考呼吸机,但是他几乎不记得了 他说感觉就像有一天他刚刚睡着,刚刚醒来 金表示,由于他的现有条件,他知道存活的几率很低 他是糖尿病患者,患有高血压 被诊断为新冠病毒时体重超标 圣囚德医疗中心的危重病护理专家迈克尔卡茨医生目睹了金的痛苦经历 他表示金的康复是希望的标志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金并不是一个人,他身边有一群医生、护士和治疗师 还有他的妹妹朱莉,她是圣囚德医疗中心的注册护士 金表示,他已经学会不把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我学会再次步骤,如果我做的话,我会认识 的地方我去,东西吃,东西讲的东西 我会有不同的观点 作詞 作曲 李宗盛